新一代的 Mercedes-Benz 其实走的是韩国霸风 它很设计 它很领宅 你会觉得很 WOW 的感觉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大概是七岁八岁的时候啦 我第一次乘坐这个 Mercedes-Benz 的时候 我坐的就是当时的 E-Class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那个老 E-Class 哦 它会有这个很四方的大灯 然后这两车是四方方的 可是老归老 跟在那个时候呢 E-Class 的豪华程度呢 已经是超乎一个七八岁小孩子可以想象的东西了 然后之后大家也知道就是 E-Class 推出了很经典的大小衍设计 然后之后每一代的 E-Class 呢 它都有一定程度的进化 而在这个最新一代的 E-Class 上面呢 它除了保持以往德国豪华品牌应该有的质感之外呢 它还添加了很多所谓的高科技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全新一代的 Mercedes-Benz E200 它的特别的地方 还有它豪华的地方 还有它科技的地方 那么希望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大家先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一下啦 那么 Mercedes-Benz E-Class 呢 它的 E 代表什么? 那么 Mercedes-Benz E-Class 呢 它的 E 代表什么? 也就是行政 那么通常开 E-Class 的人呢 都是行政人士 不然就是当做一种行政房车使用 就是前面有 Driver 后面坐着这个行政人士 那么呢 行政人士的车子呢 就一定要够大 够舒服 这辆车呢 新一代的 W214 呢 它的车身长度接近 5000mm 它的轴距接近 3000mm 因此哦 从外观设计来看哦 它整辆车真的是很大 不过在外观设计部分呢 新一代的 E-Class 是有一点点争议的 因为呢 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网友讲啦 就是它的整个外观设计 并没有像是上一代 那么霸气 那么豪华 可是我个人觉得 新一代的 Mercedes-Benz 哦 其实走的是那种韩国霸风 它很设计 它很冷宅 然后它很注重仪式感 尤其是它的尾灯组的部分 那么在你启动那个车时候呢 它的尾灯组 那个 Mercedes-Benz 的 Logo 呢 它是慢慢亮起的 晚上看的话哦 你会觉得很 Wow 的感觉 所以其实 它该有的仪式感没有少 因为这个外观设计部分呢 是见仁见智的 我个人更注重的是仪式感 仪式感的部分 这个全新一代的 E 它确实有给到 我前几天我有开这辆车上云顶 那个时候呢 我对这辆车的操控 我有一点点的惊讶 因为在我印象里面哦 E-Class 都是一个主打舒服 稳重的车子 Handring 跟它不沾边 除非你买到这个 E63 AMG 可是这一辆车哦 我有点小小的 surprise 后来我才发现到 原来原厂给它的轮胎是这个 Priory 的 P0 轮胎 然后它的轮胎尺碼呢 是 245 45 R19 那么这辆车呢 它有这个很纯粹的后轮驱动特性 没有错啦 E-Class 是一辆后轮驱动的车子 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然后匹配久速的自排变速箱 确实啦 前轮车跟后轮车 给到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辆车呢 它这个整体呢 它除了维持 OC 一直以来的稳重以外呢 它还有一点点小调皮 然后这个小调皮 等下试驾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现在的 OC 豪华品牌呢 它都跟你讲 它电气化 它不是电动车的话 它最起码都会给到你 48V 轻混 那么在马来西亚的 E-Class 是有两个 engine 可以选择的 E-200 就是用这个 2.0 的低功率的涡轮引擎呢 配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还有一个是 E-350E 那个是 2.0 的涡轮这样的引擎呢 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那么我们今天主角 E-200 就是这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啦 马力的部分看起来感觉没有很出色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01 HP 峰值流率表现 320 Nm 官方讲呢 它的 0-100 的加速是 7.6 秒 然后匹配的是 9G Tronic 的 90 自排变速箱啦 那么这台车我跟你讲 它很有力 肯定是偏力的 可是呢 对于一般的日常驾驶来讲呢 它的整个动力表现我觉得还不错 还够使用 然后它的油耗表现其实也不算太差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你开到这种欧系车 或者是日本车呢 有一个东西你应该会很讨厌 就是 Auto Start Stop 可是因为这辆车它有这个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去做一个衔接的关系 所以这辆车我开了之后我几乎忘记了它有这个 Auto Start Stop 因为呢 在你停车的时候 它的这个系统呢 会进入这个纯电 那么它会给你一个很 Smooth 的这个转换过程 基本上你不会感觉到车子会突然间 Brom 一下启动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哦 不过可以的话这个 Auto Start Stop 我觉得还是比较比较好啦 那么这辆车的动力表现怎样 等下试驾的时候一样会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这一次这个 E-Class 的内装上面呢 质感还是跟一如既往的好 尤其是上面这一层皮革哦 你真的是摸下去 你不会觉得它是那种廉价皮革 摸下去的质感真的是很好很好的 那么 E-Class 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不管你是乘客也好 还是你是驾驶者 你坐下去都会很舒服 你都会很 Enjoy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 E-Class 的设计有一个地方我不喜欢 就是这个头枕 这个头枕的设计呢 其实在 C-Class 上面就有 如果以我的身高来讲呢 我调到最高之后呢 它会卡我的景象 所以如果长途驾驶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我不舒服 但是这个座椅的支撑性跟座椅的柔软度呢 就 OK 完全没有问题 就跟你家里的那个意大利沙发一样舒服 这一点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呢 Mercedes-Benz 的内装设计 一向来很多花样 很多让你很 fancy 的东西 可是这一次 surprisingly 的就是 它们回归那种成熟稳重的风格 假的呢 讲一讲这个内装有很高科技感嘛 我不觉得 但是你讲这个内装我喜欢吗 我喜欢 这个内装的整体设计风格呢 其实跟这个 E-Class 是很相似的 然后它少了一个 Hyper Screen 这个 Hyper Screen 呢 只有在这个 E350E 上面才会有 那么这个 Screen 里面整合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包括你的冷气控制面板啊 然后你的这个车辆系统的控制 甚至呢 它里面还有内建一个 Store 给你去订阅一些Software 你可以去订阅这个 Angry Bird 你可以去订阅这个鼠毒 然后你可以去订阅这个 Spotify 甚至它的车里面是有这个 YouTube 的 当然啦 这个 YouTube 吼 你知道在车辆停止的状况下 你才可以使用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法规 我们没有办法啦 另外一点 就是呢 它的这个氛围灯 比起以往的 Mercedes-Benz 车子呢 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这一次它的氛围灯主打的是一个低调 除了一些比较小的这个 LED 光调之外呢 这边 这个面板上面的星星 Logo 呢 其实也是氛围灯的一部分 对比起之前的 Mercedes 车款呢 它没有那么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但是呢 在你晚上开车的时候 它绝对不会造成你的视觉的困扰 那么作为 Mercedes-Benz 呢 算是比较顶级的车型呢 这个 E-cut 的这个做工当然也不会差 大家听一听这个冷气出风格的声音就好 你看 多么清脆的声音 然后呢 整个滑动的过程也很流畅啦 就不会这种卡卡和廉价的感觉 这个就是 E-class 应该要有的东西 另外呢 这一次 E-class 大家应该会很开心 它终于有了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像是 SCC 主动式 停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一次的 E-class 上面看到 所以 这一次大家应该没有办法吐槽 讲它的配备不好啦 但是呢 这个 Boring 自身的音箱呢 同样的也是只有 E-3501 才会有 以一个轴距接近 3000mm 的车的后座来讲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其实不算太出色啦 因为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太高 所以我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值 然后弄到后面的空间表现就可能所剩无几 but actually 它其实也没有很小啦 就是我的拳头还有超过一个拳头的这个位置 然后有一点我要很称赞的就是它的这个后座哦 它的这个椅垫 它有一个垫高的设计 就是讲今天我坐下去的时候 我整个大腿是会被支撑到的 所以后座的这个舒适度呢 跟前面相比其实也不会差太远 还是舒适的 当然如果我今天是讲它是一辆行程房车 你是一个后座买家就是专门坐在后座 前面有司机开车的话 这个空间表现你可能不会到很满意 但是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当然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工程名就的 Uncle 你买这辆车你是自己驾的 然后你可能载一下你的太太 载一下你的小朋友的话 其实这辆车其实也足够于一般的日常使用 重点是舒适度OK的 只是呢后面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呢 它是可以调整这个角度等等 但是风量跟温度就不能 这个应该也是 E3501 才会有的 另外呢这边也是有一个中央扶手啦 所以我觉得后面这边最合理的配置就是后面坐两个人 然后靠手你就可以做得舒服一点 其实每一次试驾车子的时候呢 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呢车子最重要的孩子 它的这个乘坐感受跟操控表现啦 当然现在可能市场有一点转变 就是大家看到大萤幕看到冰箱 看到五颜六色的氛围灯 他们就觉得这辆车很gang这辆车很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买这辆车 但是实际上呢这些东西是真的不会帮助 你的这一个驾驶体验或者是操控表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bonus 但是它不能是卖点 车始终还是要回归它的这个本质 就好像这个 E-Class 一样 老实话呢其实上一代的 E-Class 我本身并不是很喜欢的 上一代的 E-Class 从它的 200 300 250 350 350 E我都开过 没有一辆我喜欢 甚至连那个 E63我都开过 我都不喜欢 可是这一辆车这一次会让我觉得我喜欢 为什么呢首先就是这辆车做得很均衡 它的悬吊设定跟上一代一样很舒服 可是它就不会有那种很boring car的感觉 上代也 E-Class 很舒服但是很boring 所以对我这种喜欢开车的朋友来讲呢 我不会喜欢这辆车 可是这一辆车 我那天我有开去硬顶 它的表现真的让我很surprise 然后跟我一起去硬顶的朋友也很赞叹 这辆车为什么可以在那么舒适的情况下呢 它的车身动态做得那么的好 我平常我开车我是不大会去理它的驾驶设定的 可是这辆车当我一开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steering太轻 所以我就用这个custom模式 把它的steering的辅助力道变成sport 但是其它的worry man 就是它的这个悬吊 还有它的这个动力都还是舒适的部分 OK 我等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这辆车其实是有配备可调式悬吊的 就是它会跟你的驾驶模式 来去切换它的这个悬吊软硬程度 但是一般上我是用comfort的 可是steering的我就用它sport 因为sport的话它会比较重会比较跟手 所以会提升这辆车的操控表现 然后呢 这辆车的车身control也做得很好 因为这辆车是一辆纯后轮驱动的车款 那么前轮驱动跟后轮驱动有什么差别 前轮驱动呢就是一只马在前面拉着你的车 后轮驱动就是一只马在后面推着你的车 所以它会有那种你被推的感觉 然后上一代虽然讲它的e-class也是后轮驱动 但是它的调教弄到它就是完全以舒适为主 根本一点驾驶的驱动都没有 但是这辆车当我在收油进弯补油出弯的时候 我会感受到哇这辆车竟然可以这样子玩 虽然讲它可能跟5 Series相比 它的操控表现还是比不上5 Series 但是这辆车给我来讲它完全没有问题它的驾驶部分 因为这辆车给我更像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就是每一个点它都有碰到 然后虽然讲它可能不是做得最好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很均衡的表现 当然舒适性的部分它是无可挑递的 尤其是这个悬调配备的可调式悬调之后呢 它的整个过滤余震跟碎震的表现我觉得是拿捏得刚刚好的 甚至会比起S-Class更好 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有拿过普通版的S-Class 就是那个PHEV的版本 它是配备这个空气悬调的 可是我坐那辆车我坐晕车 所以我就不想拍那辆车 这辆车原本我其实也没有打算拍的 可是当我开了之后我觉得它很好开 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车子的本质就是乘坐感跟驾驶感 这两点它都有做到 虽然它同样的也给你了很多很fancy的东西 大荧幕、氛围灯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Mercedes-Benz从来没有忘记 它们原本应该要给的东西 就是驾驶感跟乘坐的感受 这个我觉得是它们不忘初心啦 虽然讲它们这几年可能路线走的有一点歪 像是EQ系列我个人也没有很喜欢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的是 这种大品牌它们有的是经验 它们有的是技术 当它们发现到它们走错路之后 它们要进行一个修正调整 其实问题不大的 所以这一代的E-Class我是非常看好它的 那么除了这些我想跟大家分享它的优点之外呢 缺点我觉得我也必须分享一下 这辆车的缺点就是 可能因为它配备了这个P0的轮胎 这个可能是比较偏performance的轮胎 所以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只要那个路况不是这样美的话 它很容易会有很明显的噪音 但是高速的时候风切身的control就很好 当然这辆车其实它的主要卖点都不是主打操控为主啦 都是像我讲的行政房车或者是家庭车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做到刚刚好 我没有别的形容车是形容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给我 我是真的开到还蛮开心一下的 最起码我会有点省不得想还车 当然啦如果 你去跟5系列对比的话 我觉得5系列它的消费主权又不一样 所以买车最重要的是看各位想要怎样的东西 然后当你知道你想要怎样的东西之后 你才可以去选择你想要买什么车 OK啦我刚才关了机才发现到我忘记跟大家分享这个动力的表现啦 OK现在就补一补这个动力表现 其实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并不是一个高功率的引擎啦 就是普普通通 但是怎样都比C200的这个1.5 Turbo好 那么这辆车我这几个weekend开下来 就是日常行驶 然后可能晚上出去一下 包括上下云顶跑Carra Highway 那么目前我的油耗大概是用了两格左右 然后我相信这辆车的这个油缸应该是70-75L左右啦 所以用了这个半缸油加上它是后轮驱动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油耗表现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呢 你讲它很有力我一定是骗你的 它不可能很有力 它的动力表现就是 我觉得就足够于一般的日常使用啦 就是像是塞车走下 或者是平常你上了高速公路拆油的话 它整体的这个表现都是一个比较线性的表现 这个是不开Sport Mode的情况下啦 然后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设定的 不一定是每一辆车 每一辆Turbo都要很充很充 它才叫做Turbo 这个Turbo它用它的高扭力 给你维持一个很Smooth的移动过程 这个我觉得是很适合E-Class的定位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在超车的时候也不见得是扭力的 你看像我要超车我稍微升差一点油门 它的动力就来了 然后我就吃过来了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没有力的Engine 它虽然讲它不是很Powerful 但是它的动力够你一般的日常使用 只是它长得很深 只有到你很需要它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这个是它的一个掉性啦 这个掉性我觉得会是我喜欢 还有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我开车叻 我是看车的可能有一些运动化的车款 我会喜欢它的油门比较灵敏 比较冲的感觉 但是开到这种以这个家庭为主 舒适为主的豪华车款呢 我就会比希望它的整个掉性 是比较Smooth一点的 这一点它做到了 所以我要给赞 当然还是那一句2.0的渦轮 其实也不会Roll到哪里去啦 那么其实我在很好奇 当 Mercedes-Benz Malaysia 给我这个试驾车的时候呢 它给的是E200 为什么不是E350呢 一般上review不是应该都是顶配的车咩 但是当最近我去这个展示厅了解之后呢 我发现到E200居然卖光了耶 也就是讲呢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消费者呢 还是会选择E200 那么是因为它便宜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 虽然讲我没有开过E3501 但是我之前开过这个C3501 那辆车很快 Spec也很好 但是呢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电池组的关系 所以导致它的车身动态可能会比较沉重一点点 我相信E350应该也会有一样的问题 相较之下 我会更为喜欢E200的整个车身动态 还有它的悬吊设定 这辆车其实是我时常讲的一个六边形战士 动力不错 舒适不错 操控不错 配备不错 等等等等它都不错 虽然讲不是Top 但是它就是一个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设定 这个是让我很喜欢E200的地方 那么呢我其实也希望下BMW 就马来快点给我们这个520i的一个私家车啦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做个对比 看是这个E比较好还是5比较好 如果在萤幕前的各位呢 E跟5给你选 你会选哪一辆 目前啊我暂时是选择这个E啦 因为这个E我开起来我还是蛮舒服一下的 那么你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这个E200的这个私家影片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